病基 首先了解有关病基的概念 病基是指疾病发生、发展与变化的纪理,含有疾病是关键的意思 基本病基,是指基体对于疾病因素侵袭所产生的最基本的病理反应,是病基变化的一般规律 内容有,邪症身衰、阴阳失调、经济血经液病理变化、内生五邪 基本病基第一节,邪症身衰 是指在疾病过程中,机体的抗病能力与病邪之间的相互斗争中所发生的虚实变化以及疾病的转规 什么是虚实? 苏问通平,虚实论说,邪气胜得实,兴气夺,则虚 实,主要是指邪气抗胜,是以邪气胜为矛盾主要方面的一种病理反应 虽然邪气抗胜,但邪气并为虚衰,形成邪症俱胜,斗争激烈,兵症有余的兵理特点 而虚,主要是指邪气不足,是以人体邪气不足为矛盾主要方面的一种病理反应,有先天、后天之分 虚的兵理特点表现为邪气对于邪气的斗争无力,冰症反应不足,不论其邪气身材如何,该属于虚 什么是实症?邪气有余,兵理反应剧烈为实症 常见的症状有,装热,狂躁,身高气粗,腹痛俱暗,二变不痛,麦食有力等 什么是虚症?真气虚弱,斗争无力,兵理反应不足为虚症 常见症状有,面色不滑,身皮体倦,气短,致汗,倒汗,五心繁热,微寒致冷等 邪真身所爱与疾病的转规 真身邪推,是指在疾病过程中,患者真气充足,抗病力强,或因为邪气较弱 或因及时正确的治疗,促使冰邪对机体的侵害作用消失或中止 机体逐渐得到康复,疾病极高痊愈 邪肾正衰 在疾病过程中,机体的正气虚弱,或由于邪气抗肾 或因事与正确及及时的治疗 机体抗育冰邪的能力热躯低下 不能制止邪气的情态作用 则冰情硬而去向,恶化和加剧 邪真相持,是指在疾病过程中 机体正气不胜虚弱,而邪气亦不抗肾 则邪正双方势均利利,向持不下 病是属于牵延状态的一种病理过程 又称为邪流或邪结,或真虚邪恋 第二节,阴阳失调 是指疾病过程中,阴阳失去相对的协调与平衡的 病理状态 其主要内容有阴阳骗肾,阴阳骗衰,阴阳护顺 等一系列的病理变化 阴阳骗肾,是指阴或阳三方面的量绝对超过 珍藏鲜度,从而引起寒热用肾反应的一种病理概括 内容包括有阳骗肾以及阴骗肾 阳骗肾,是指因机能抗肾,热量过剩而出现的阳身则热 阳身则因病的病理状态 其病身特点可总结为热、冻、躁、愁、赤黄 五个方面 常见的症状有 状热、反渴、面红、木赤、尿黄、鞭肝、泰黄、麦塑等症 阴电肾,是指因机能障碍或减退、惨热不足 病理代谢产物积聚而产生的阴身则寒 阴身则阳病的病理状态 其病身特点可总结为 寒、静、湿、清、白五个方面 常见的症状有 行寒、滋冷、眷卧、舌淡而润、麦塑等症 阴阳片衰 一、阳片衰、即阳虚 这是机体的阳气不足、阳不知阴 阴气相对偏抗 从而出现了阳虚者寒 阳虚者阴身的病理状态 发为虚寒性的病症 虽然也可以见到面色黄白、微寒、枝冷、晚服冷通等寒相 但还有洗净圈卧、小边清肠、夏丽清谷、麦威西等虚像 阴片衰、即阴虚 这指机体的阴液不足、阴不知阳 阳气相对偏盛 出现阴虚者阳、阴虚者阳抗的病理状态 也发也称之为虚热症 其常见的症状有 古心繁热、古真潮热、面红生火、消瘦、刀汗、腌干口罩、舌红少胎、耐西缩等 阴阳忽损 阴阳忽损 是指阴或阳任何一方虚损的前提下 并边发展影响到相对的一方 出现阴损及阳或阳损基因 形成阴阳两虚的病理状态 阴阳忽损的基礼为 阴阳双方有互跟互用的关系 一方虚损不能支柱或促进另一方的化身 必然导致另一方的虚衰或功能减退 第三节 气血市场 包括气和血的不足 及其各自的生理功能的异常 气血互跟互用关系市场等病理变化 气的市场主要包括有两个方面 一是气虚 二是气气失调 气虚是指疑伸之气不足 及其功能低下的病理状态 气血的主要表现有 捐抬乏力 精神萎靡 悬运 思汗 动辄促汗 抑郁感冒 雨声低微 面色虚浮 舌嫩淡 太白 脉虚吸无力 气气失调 是指气的身将注入市场而引起的气质 气逆 气线 气壁 气托等病理变化 气质 是指气的流通不畅 预致不痛的病理状态 肠间的症状为气质部位出现的脏满疼痛 气逆是指气身之太过或僵之不及 以将腐质器逆伤为特征的一种病理状态 如 肺气伤逆可发为 客收气喘 胃气伤逆可发为 恶心 呕吐 爱气 恶逆 肝气伤逆可发为 头痛头脏 捏红目视 易怒等症 严踪者出现血随气逆 发为卡血 吐血 甚至混血 气线 指指气的伤身不足或下降太过 以气虚身举无力而下降 为特征的一种病理状态 伤气部族可见头韵目宣轻翘饰养能症 中气下降则发生 某些内脏的位置下移 形成如 胃下垂 身下垂 子宫下垂 脱缸等等的兵变 气壁 即气机必塞不得歪出 以这轻翘必塞 出现突然昏倒 不请人师的一种病理状态 气脱及气部内守 大量向外亡尸 以至身体技能突然衰减 汗促不止的一种病理状态 血的适常 一是因为血液的生成不足 或耗损太过 导致血的乳氧功能减弱 而引起的血虚 二是血液运行适常而出现的 血液 突血等病理变化 三是寒热失常而出现的血热 血寒等病理变化 气与血的关系 气和血之间具有相互滋生 相互溢存和相互为用的关系 气对于血具有推动 温序 化身 捅射的作用 而血对于气 就有乳氧和晕灾等作用 故气的虚衰和身将突入异常 必然影响积血 同样的 血的虚衰和血型适常 也必然影响积气 孤临床气血关系的失调 主要有气质血淤 气虚 血淤 气不色血 气髓血脱 气血凉虚 等几个方面 经验代谢市场 是指经验的生成 速雇或排泄的市场 导致经验不足的原因 主要有三个方面 分别为热血伤筋 经验丢失过多 以及生成不足 伤筋主要是丢失水分 常见于 凸 泻 多汗之后 可出现口鼻 皮肤干燥 虎渴 大便造结 小便短少 严重者可出现 木线 罗臂 皮肤干涩 无弹心等 临床表现 拖曳则是指 不仅是其水分 跟损失精卫物质 如热病后期 或酒病伤阴 所见到的 行受鼓励 大肉筋托 肌肉毛发孤狗 存裂 蛇光红无胎 则属于拖曳的 临床表现 经验的速步障碍 是指经验不能增长 转疏 污散 影响经验的增长环流 经验不化 水湿内深 沉潭沉饮 经验排泄障碍 是指经验转化为汉叶 尿液的功能减退 水液阻流 经验的速步障碍和排泄障碍 常相互影响 不为因果 导致失作困阻 残隐凝聚 水液阻流等多种的病变 经验与气血的关系失调 可出现水停气阻 气水经托 经骷血灶 经窥血淤 血淤水停 等等的病理变化 内生武学 是指疾病的发生过程中 由于脏腑功能失调 而产生化风 化寒 化湿 化灶 化火 等病理变化 内生武学 包括了 有以下五个内容 风气内动 寒虫冬生 失作内生 经骚化灶 火热内生 风气内动 其病气特点为 三型缩辩 主动 因为与肝的关系密切 不又称为肝风 或肝风内动 其临床表现 以冬摇症状为主 可出现悬晕 震灿 臭序 其行程尽力有 肝氧化风 热脊生风 阴虚风动 血絮生风 寒虫重生 又称之为内寒 其病气特点为 虚寒 又以皮身阳虚为主 临床表现为 面色苍白 微寒洗暖 自知不温 舌子淡胖 太白滑润 脉层持弱 或筋脉俱软 自洁臂痛 其形成的基礼为 机体的阳气虚衰 温序气化功能减退 含虫内身的病理状态 阳虚不能增化精液 可产生水氏 残影等病理产物 含能凝制血脉 不能产生病理产物 湿阻内身 又称之为内湿 脾气生湿 其病气特点为 湿性中佐 粘制 容易阻碍气肌 临床表现可见 症状沉重 分泌物排泄物 灰酌粘制 形成基礼为 内湿之湿 多因为过时肥干 深冷 内伤脾胃 导致脾气生湿 或者因为 蹊跡不利 冰液速度障碍 居而沉湿 所致 其常见的 临床症状有 胸闷磕瘦 腕伏脏满 食欲不振 口粘口甜 舌太厚腻 腹脏便稀 小便不利 以及水肿 经商化造 又甚至为内造 其病气特点为 糟心干涉 精液亏枯 施予乳润 临床表现以 口鼻干燥 烟干口罩 皮肤干涩 熏裂 干壳少痰 形成基礼为 体体精液不足 人体各组织器官 和关窍施其乳润 而出现了 干燥固塞的 冰里状态 火热内身 又甚至为 内火内热 其冰气特点为 火星炎上 容易耗气上筋 一身风冬雪 其形成的基礼 主要有 以下五项 一 阳气过盛 又称之为 撞火 二 邪欲化火 三 五 至过急化火 四 应须否忘 五 脏腑内产生之 食火 三 临床表现 阳热 抗生之症 伤筋 好气之后 为主 疾病的残变 有两种形式 一是病位的残疑 而是病性的变化 常见的病位残变 包括了表里之间 与内脏之间的残变 而外感病和内上病的残变 又各有特点 疾病的表里残变 以称之为 斜至表里出入 表病入理 即表斜入理 病急丈夫的 病理残变过程 理病出表是由于真邪斗争 冰邪有理透达于外的 病理传变过程 不同的外感病 根据邪气性质的不同 其病位传变形式又有所区别 主要有六经 三交 以及胃气饮血传变 内上病的基本传变形式 是脏腑传变 包括了脏与脏 脏与腑 腑与腑 形脏内外的传变 冰心转化 包括了寒热的转化 和虚实的转化 寒热转化 是指在疾病过程中 冰激心指 由寒转化为热 或由热转化为寒的 冰理过程 由寒转热 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是食寒症 转化为食热症 以寒邪化热入理为常见 二是虚寒症 转化为虚热症 是基于阳神基因的道理 由热转寒 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食热症 转化为虚寒症 一般是因为 伤阳所致 二是食热症 转化为食寒症 因热去而从寒化所致 三是虚热症 转化为虚寒症 虚实转化决定于 邪症胜衰 在疾病过程中 针血双方处于不断的斗争和消长之中 但针血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时 这疾病的虚实性质也会发生转变 或有时转虚或应虚而致死 影响疾病传变的因素 不外针血两个方面 其中决定针血强弱的主要因素 是体质和精神状态 而冰血则是影响疾病传变的重要因素 本章节完 云 人 人 人